太大了,太好了,听到就生欢喜心 咦,生欢喜心已经生起来了 从法会出,至于于出 这个人第一次在法会里听到人家讲法 发现生欢喜心从这个法会出来 到其他的地方,于出,到了其他的地方 到哪里呀,若在身房 或者是到了出家人住的地方 身房,出家人住的地方 若空闲地,或者是其他没有房子的地方 狂野,空闲,所有的地方包含在里面 若城一,城,都城 就是在都市里面,城一 一呀,比都城小一点 例如说,这个城比作神 省府的地方,或者首都的地方 用城来包含 一,城一,城一厢,一厢,这类的地方 叫做一,就是这个都是比这个省城,比都城少微小一点 下一级的,一 像,墨,像,就是无论是在一个大街,小巷 这是指路边巷子的地方 墨 有一句话就是千墨 千墨就是田边的小路 田边的小路 田边的小路 东西巷的叫做千 南北巷的叫做墨 千墨 那么这是指 无论是田边的小路 去路 乡村小村子 一个小村子 一个梨小村子 田里 或者是人家种田的地方 或者是里民去集的地方 那么到这些地方 上面是指 他无论除掉法徽之外 所到的无论什么地方 如其所闻 如是按照 按照他在法会里听到 或者是父母级的长辈 那么跟他说明他听到 法法经的这个道理 宗亲 他的宗族里面的亲族 六亲怨书 包含在里面 善友 善知识 平常来往的善知识 善友知识 就是相知的人 这个知识 指一般相知的朋友 一般的人 那么他看到这些人之后啊 随了一眼说 随他的力量 也就是说 他懂多少 说多少 他听到的法法经 他懂多少 他就说多少 跟他们说明 呃 演讲 说明他听到的法法经 世识人的文仪 随西 福行转交 上面这些人 得到这个第一次 随西人的这个 呃 讲说之后 他听到又三欢喜心 呃 这是第二次的了 第二个人听到三欢喜心呢 也三随西了 那么他也了解了 福行转交 他又到其他地方 又转交第三个人 呃 宜人文仪 一随西转交 第三个人听到 也三欢喜心 又转交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 又转交第五个人 所以这样子 柔是转 转转啊 第五 至第五十 呃 就这样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啊 那么一直传下去 传到第四十九位 第四十九位 听到随西的人 再转给第五十位 所以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 转转传闻呢 一直传到第五十个人 这个第五十位的人 听到法法经 又三随西之心 呃 女人 随西功的 我经说之 鲁当善听 所以叫做 呃 这个 转转相交 到了最后一个人 就是第五十人 呃 然后来 呃 选出第一个人的功的 呃 这个第五十 呃 无论是善男子 无论是善女人 他听到 法法经 三随西心的功德 有多大 释迦牟尼佛说 我现在要讲了 啊 我经说之 我现在要说给你听 你当善听 鲁当善听 呃 弥勒 你虽然是一生补书的菩萨 这个道理你未必了解哦 你现在要好好地听 善听 意思就是说 你要会听啊 要善听啊 哦 要会听 不会听 由此生疑 那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所以你要善听 好好的听 要听到 我上面呃 这个比较出来的这个道理呀 你必定要知道这个内容 呃 善听 要会听 要好好的听 听出这个内容的道理来 呃 得到真实的呃 法义 这是第一 下面是规则下第二 欧生级世界六区种 六区四生 众生 假定说有四百万亿欧生级无数 啊 那么这些世界六道六区就是六道 天然欧求罗地狱归属归属生 这个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的受生方式不说四生 四生 胎生 卵生 食生 化生 啊 不说这四生 啊 这六区众生的受生方式不说四生 所以叫做四生众生 下面就列出这个受生的三界四生的情况 卵生 由蛋 蛋颗粒出生出来的 孵化而出来的这个卵生 例如鸟类 啊 鸟类 鸡鸭 鹅类 都是卵生 胎生 人是胎生 牛马 啊 受类 也是胎生 啊 食生 好多虫类 有食器 有暖气 它就能够受生 那是食生 啊 化生 天然都是化生 天上的天然 无而复有 突然之间化生 啊 第一道的苦恼众生 也是化生 啊 那么 六道众生 受生的方式不说这个胎软 食化这四生 这是受生的众生当中啊 它的类别 若有形 无形 形 体质 形象 有形 有体质 有形象的 这是指的欲戒跟色戒 三戒里面 欲戒中生 色戒中生都是有形象的 有体质的 所以叫做游形 无形 没有身形的 这指无色戒 无色戒四空天 它没有这个色身 啊 所以叫做无色 是无形 是无色戒 游想 下面是把无色戒 把无色戒的四类分别 游想 是这个无色戒天的空无边处天 跟四无边处天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这两个空天呢 都是游想 还有思想的 有第六意识的这个作用 游想 所以叫做游想 指这个无色戒的空处 四处 这两个天 无想 指无色戒的第三天 无所有处天 无所有处 无想 它已经不用思想 已经把第六意识 把它压附起来 不起现行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这是指的 无色戒天的最顶的那一层天 非想 非非想 出天 非想 非非想 出天 它也不是有想 也不是无想 所以叫做非有想 非无想 这个类别 详色分别啊 在其他的经论里面 有详细记载 现在重约 就总指三界六道众生 这三界六道众生当中啊 因为他的形象论 有五族的 二族 四族 多族 族是脚了 咳 五族 五族没有咳了 没咳 没咳 这三位呢 蛇 蛇没有咳 虫论有些虫 没有 没有咳 例如说修阴 秋阴也没有咳 这是五族的众生 二族 能鸡咳 你不要看出两族尊啊 这是能鸡咳 我们也是能鸡咳的 二族 鸟也是两个脚 人也是两个脚 二族 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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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马 猪羊 这瘦类 四个族 多族 很多脚的 有六个脚 八个脚 六族 八族 乃是白族 五公 五公 白族 五公 他有一百个脚 那么这是多族的众生 柔是等 这类的众生 柔是指上文 等着没有列出来的 再众三数者 这些都是在众生的范围之内 有人求福 如果有人想要求福报 随其所欲欲乐之具 皆给以资 随这些众生 上面列出这么多的众生啊 随他所希望 所要的 他要享受快乐的工具 通通给他 皆给以资 通通给他 他要什么给什么 让他享受 一一众生 与满年福提 金银流离 鸡具 马脑 三福 福伯 朱庙珍宝 每一个众生 他要什么给什么 要金 要给金 要赢给赢 那是蛮这个年福提 指我们这个地球吧 我们这个四大目中上 所有的一些七宝 金银流离 但就七宝了 这个名词在前面都讲过的 不必再讲 朱庙珍宝 很熟盛 很微妙的 珍贵的宝物 他要都给他 即 象马车胜 他要象给象 要马给马 要车给车 那么 凡是要做用的交通工具 那古代的交通工具 只有这些了 现在要给飞机了 给这个火车了 给宾室了 要什么交通工具 给他什么交通工具 乃至七宝所成的宫殿 楼库等 他要宫殿 要楼库 要七宝所成的 都做好给他 四大四族 如是布施 满八十年仪 这个大四族 你看这个布施大四族 这么多人 这么多众生 都给他满足的受用 这个大四族 满足的布施 布施都久了 连住八十年 不得了了 经过八十年 这些享受的人都老了 而这失恋了 我已是众生 遇落之聚 我已经给他们 享受了 随意所欲 他要什么解什么 都满他的心愿了 然 此众生皆一随老 可是现在这些众生 都摔了 都老了 快死了 年过八十 都过了八十岁了 发白面皱 头发都白了 脸都皱起来了 鸡皮和发了 将死不久 老了 距离死的时间 就没有多久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当于佛法 而训导之 我用佛法来教导他 使他得到佛法的受用 几次众生 宣布法化 把这些众生都积动来 对他说法 宣布法化 又跟他说法 释交利息 开始他 教导他 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 三花引擎 一时间的虚图员道 哦 这些人不得了 上个月很深 我一听到 就正到出国虚图员 二国斯托寒道 三国欧南寒道 四国欧罗汉道 进诸有漏 漏就是烦恼 到了欧罗汉 见诗或烦恼断尽呢 所以叫做 猪漏已尽 烦恼断尽 以身禅定 接着自在 很深厚 很深谷的禅定 他都能成就 九次地定都成就了 这大自在呢 具八血托 八血托 在修的时候 叫做八贝蛇 修成就了 就是叫做八血托 这是修惯的方法 修禅定的 如来禅的方法 详细的 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 比如说 第一就是 内有色相 外观色血托 内无色相 外观色血托 第三 禅被色 身作证 具足足 这是在三禅 虚空处血托 在四禅 十无边处血托 无所有处血托 非无想 非无想处血托 这三个在四空天 四空定 最后第八个血托 叫做灭受祥血托 也叫做灭尽定 正到灭尽定 就可以把烦恼断尽 三界论的见思烦恼断尽 而超出三界 正到阿罗汉国 所以叫做进诸有漏 所有三界论的见思烦恼 有漏的烦恼 通通都断尽了 进诸有漏 那么这些人 数目那么多 四百万亿 欧生其世界六区 四身的众生 这么多众生 八十年中 给他享受世间种种的遇落 八十岁了 给他修学佛法 让他好好修行 通通都挣到 最起码出国徐头园 徐头园翻成 中国话叫做入流 欲入胜流 就出国 剩下七番生死 已经断建货 剩下八十一瓶私货没断 那就是出国徐头园 再过七番生死 就挣阿罗汉国 二国司徒汗 司徒汗翻成中国话 就是一来 还有一番生死 就是把欲界私货 前六瓶私货断了 剩下后三瓶私货 能滋润一番生死 再来受一番生死 一番天上 一番人间 然后就挣阿罗汉国 三国 欲入海 翻成中国话叫做不来 也叫做不还 因为他已经把欲界的九瓶私货断尽了 欲界没有他受生出了 那么因此如果三国就入灭了 那就生在这个世界四长天的最上面的那五尘 就是五镜居天 五凡天 五热天 善剑天 善献天 十九镜天 这是三国圣人住的地方 那么然后把九瓶八八 八十一瓶私货完全断尽了 就挣阿罗汉国 那么就是超出三戒 见私货断尽 超出三戒 得到这个初始间的究竟利益 那么从此就不要再来三戒六道受苦了 这就是格量本 把这个样本提出来之后啊 下面才来比较他的功德 所以格量本就这讲完啊 剩下的我们休息什么都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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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台湾救狗协会 华华波照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 地点 台湾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6 或062716612 恰寻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 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吉祭倫消災 セオン تع室 吉祭 辿 吉祭 那梁是日本佛教最古老的发源地 那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座飞鸟寺 里面供奉的就是日本第一座佛像 还没绽放在凛冽的寒冬中 是瑟瑟冬日里 带着一抹清香的颜色 那梁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发源地 飞鸟寺它原本的名字叫法行士 然后是飞鸟时代的一个政府大臣苏我马子 它发源建立的寺鸟 飞鸟地区的飞鸟寺 陷于西元596年 供奉日本最古老的史迦牟尼佛 当时从百计迎来了佛社里 政府大臣苏我马子 便发愿建立了此寺院 最早身为法新寺 有佛法新圣之意 随着政治重心迁移 曾经相伙伴胜的大寺院 也逐渐蝕落 飞鸟寺现在面积 如一小巧宁静的院落 但在最初 是一座东西长两百公尺 南北长三百公尺的大型茄篮 飞鸟寺曾遭数次助容之祸 大佛也曾曝露在室外 任由风吹雨淋 破损严重 直至后来 有人为了大佛造了现在的佛堂 称为安居院 佛像才得以安顿 现在 佛像上仍能看到修复的痕迹 现今 飞鸟寺已不复当初的反圣 它渐渐地藏身在 奈良飞鸟地区的存落中 官网世事千年 一生浩然 冥结在心 佛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